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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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步 宽授 巷子 彷彿有限住进行李 相约在太鼓里 繁华闹失 让人着迷 毒腹草草寻觅 流转千年绝句 俗说着故障里的安逸 悠悠的时光里 穿回古街经历 风被笑痴光不停 古老的皮影戏 书记焕发着新火力 喝光的老茶馆 你曾添了全新乐趣 拉近鼻子距离 全靠默契 不用去怀疑 改变生活科技 不断超越自己 当下快乐呀 这就很明显是在大西的 中正公园的大陀螺 没错 今天就要跟大家来介绍的是 大西老街的美食小吃 带着大家跟着M汉榜哥一起吃喝 在地人常吃的美食 跟我们平常来大西会吃的东西 现在就跟着M汉榜哥一起来 大西老街吃美食吧 GO 那我们来到大西老街呢 M汉榜哥推荐的是一定要买 阳光仓库的黑糖糕 手工当天现做的黑糖糕 要有很多种口味 我们都一定会买这个 桂圆 他们的招牌桂圆 然后还有一个他们起司口味的 就是还蛮不错的一个选择 重点是还可以试吃 你可以跟他讲你要试吃口味 来这边看一下吧 这么大一个 他会帮你切好来 一个120块 OK的 推荐这个啊 那我们走到大西老街呢 快到普吉路之后 附近有一个这个纯米萝卜糕 是煎的 蛮好吃的 还有萝卜糕之外还有芋头糕 那另外有煎好的 根本没有煎的 就是秤筋的 都很不错 这个一份50块 很推荐喔 可以加辣 可是我们今天没有加辣 是三层吃油糕的部分 这份真的很好吃 但是呢我觉得 我要跟你讲一下 还有一家更好吃的 一定要推荐给你们 好在大西老街的和平路老街 就两间瓦粿 一个是里长骂 一个是少年骂 但是我换榜哥都比较推荐 是吃里长骂瓦粿 这也是很多媒体都来报道过的 我们来这边是必吃 是绝对一定会吃的 这一碗看一下吧 一碗30块 那他有卖咸的甜的 树的还有汤 那我每次来 就是一定都会吃咸的 因为我超爱吃咸的瓦粿 看一下吧 那酱料是自己自己加的喔 就自己去加酱 菜脯是他给的 上面的料是他自己给的 那吃这个就是 一定要像切蛋糕一样 这样子把切开吃 好啦我要直接吃啦 很香喔 超香的 再见好吃 那在和平路上呢 就是有一间 叫做阿嬷小吃店 M超推他们家 自己手工弄的 糯米肠跟黑猪肉香肠 自己看一下这边吧 他们这个糯米肠 米肠是他们自己手工自己管的 超好吃超强 这一份是二号餐 是80块 那他 还有那种一号餐就在这边 看一下这外带餐 套餐这边 你有带到吗 对 这边的餐厅就超推 他们的猪 他们的米血糕也是超好吃的 但是我就一定要跟你讲 来这边就是一定要吃 他们自己现罐的这种的 糯米肠 真的超好吃 在外面其实很少能够吃到 自己手工罐的糯米肠 真的很好吃 然后看一下他们的那个 M香 其实 烤的那个恰到好处 真的不错 来大西岛间呢 Manko他有个必喝饮品呢 就是南北第七家的木瓜牛奶 他是出自于脏话的木瓜牛奶 他是蛮香醇浓的 然后都是现点现做现打 然后重点呢 我一定要跟大家讲 木瓜牛奶必须在半个小时之内喝完 因为他会发酵氧化是不好的 所以新鲜果汁呢 都基本上建议在半小时之内就要喝完啰 这家真的超好喝的 真心不贴 来大西岛街要吃什么 必吃 豆干是必吃的啦 没吃过豆干就代表你没来过大西岛街 但是说实在话 凭良心讲 这边的豆干其实每一家都好吃 都各有各的特色 真的真的不需要去排队转角 去挤到那个超多人的那一间 王阪哥比较常买的像这家 王大牧豆干是超多人啦 超好吃的啊 这一碗这么大份 一大碗超大份的 110块 超便宜的 你可以在内用吃或者是带走吃 边走边吃都很方便 那我觉得来大西岛街 就真的一定要吃豆干啦 因为没办法 名餐 再见 那在和平路上要往中央路市场这边呢 有一家金字塔三角汤園 必吃必吃 现在是用餐时间爆棚爆满的 开完了你就要等 真的 还有两间店面的位置都坐满满的 三角汤園一定要吃 你还记得在中立夜市之前有一个卖 蛋糕的外国人吗 他现在在市场里面摆摊耶 他蛋糕真的超好吃的 而且在夜市的时候有时候太晚都买不到 想买的人记得哦 假日的时候要到这个大西市场里面找这个外国人哦 大家来看他的东西吧 他始终还是一样的亲切耶 环境他的好滋味的人记得来大西市场里面找着他买哦 他在我们大西的市场里面呢 有一家只有在地人才知道的 而且贩售时间之后 礼拜五跟礼拜六 太晚来绝对买不到的百年有饭 他这一碗120块 料多实在 真的超好吃的 早一点来买呢 他是还有可以趁金的装给大家 但是晚来的话就基本上就是一碗一碗装 但是现在12点了 就是全部卖光了 太晚来绝对买不到 他在中央路的镇峰宫旁边有一个飘香一甲子的那个祖传第二代的十锦面也是超推荐的 他们的面真的还蛮好吃的 还蛮大份的而且很平价便宜 但是我吃不下啦 但是真的可以来吃这家 这家就是在地人都会吃的老面电汁 很多人来大西小街玩就只会在和平路上吃吃喝喝 这次M跟大家讲 在中央路上往陶克方向 这边也是小吃美食超级多 那就来介绍这一家臭豆腐 臭豆腐在这边 这个一份40块 他炸的超酥脆超香的 我光经过的时候就觉得香爆一定要吃 然后再来是这一份 原本觉得他不怎么样的 那个萝卜糕 炸起来切盘这样子 我整个就超想吃的 他好好吃感觉超好吃的 也是一样一份40块 这家一整个就让我觉得他超强的 直接先吃啰 真的好吃 那种外皮炸的酥脆 然后你里面的口感 它就吃得到那个萝卜糕的香味 真的很棒很可以加 你看 这臭豆腐也是炸的那种外皮很酥 超酥脆酥脆的喔 真的超香的 外酥内嫩 标准真的超好吃的 那接下来接下来这家呢 他在康庄路上的阿美麵店 好我们点的这个呢是 他叫QQ版条 他跟一般的版条其实不太一样 但是这样是吃一次让我惊艳到饭 这一碗小份的是40块 然后也是有肉吧 然后看 我夹不正的那个 夹不起来 真的超Q的 很香很好吃 然后要说用餐时间店内是爆满的 就需要需要等候的 所以不论外带内容都很多人 然后这份油豆腐啊 是30块 他给的也是很大手笔 然后为什么一定要推荐这个油豆腐 他的油豆腐是入口即化 超好吃的 我讲的很划算入口即化 他这个真的很绵密 放在嘴巴里面就 他看来跟一般的油豆腐不一样 来自一定要点这道油豆腐 这是五安版的真心推荐的 那艳到大西老街呢 都一定要买这个 粉条绿豆来喝 大杯的可以手摇着 就是手拿着 边走边喝啦 那他们品相其实还蛮多的 清凉退火 哦 艳阳版哥带来大家 已经游玩大西老街一整圈 吃饱喝足啦 美食真的超多的 然后其实游玩的同玩也蛮多的 古迹也很多 真正要来大西老街走完一圈 一日游真的是没问题的 吃饱喝足呢 大家还可以再走下去大西桥下 欣赏着桥上的风光 拍张美照 或者是走到里藤方古宅旁边 去欣赏古迹 也是最近很热门的花海 停车问题是大家烦恼的地方 建议大家在中午之前 就一定要到达大西老街 要不然停车超麻烦 又会塞车 是不是很头痛呢 中午之前一定要到 好啦 喜欢我们影片 请在右下角 按个订阅 分享 按赞 就是给我们很大的支持 下回见啦 拜拜